我相信你应该知道给不销钢打孔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但是我有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方法可以给你分享一下 这个是韩古的钻头 这个是普通高速钢的钻头 你首先得知道麻花钻的切削过程一定是让弓箭有一点微小的变形 这样刃口才能切进去 所以我们在给不销钢打孔的时候 尤其是打比较深的孔 得先打一个底孔 底孔的直径不能太大 因为越粗的钻头你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才能让韧口产生切削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转速不能开得特别快 因为转速太快的话 韧口在弓箭的表面就像打水漂石子一样 漂在上面没法切进去 所以给不销钢钻孔就三个关键点 第一是用足够细的钻头给不销钢打底孔 可以不用含骨的钻头 用高速钢的也行 我现在用的就是直径2毫米的高速钢麻花钻 第二和第三点就是合适的钻速和适当的压力 这两个东西 我们看实操 先加一点润滑油 给钻头冷却润滑 避免它产生高温 然后退火变软 然后配合适当的压力 给一个适当的转速 这样才会让材料产生轻微的变形 有切削的效果 好 你现在注意听 现在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并没有切削 只是在打滑而已 现在这个嘎嘎嘎的声音就是产生了切削 如果你用很粗的钻头 你就需要施加更大的力量才会有切削 我现在用了2毫米的钻头 得适当的压力就会产生切削 不要一直让它切削 得适当抬起来冷却 不然你的钻头会因为过热而被退火 变得很软 就像我现在这样 抬起来 切削 抬起来 切削 只要打好了底孔 扩孔就会非常的轻松 好 给不去钢打孔需要一点耐心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评论区讨论 好了 我是机电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